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 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宠物商品 要如何从心爱的宠物身上呢 找到灵感变成这个副业 然后这样的宠物商品呢 也能每月赚进上万元哦 那今天的主角呢 叫做Jill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呢 都有养宠物 我自己也不例外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YouTube 或是我的IG的话呢 都会知道我有一只爱猫 所以呢 我非常了解每个人 都有自己心爱的宠物的那种心情 那今天这个主角呢 他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养的呢 不是像猫或是狗 他养的是一只鸡 那这只鸡呢 他叫做Spec 那Spec在Jill的家里呢 其实每天都过着非常快乐 非常好的生活 那直到有一天呢 Spec去散了一个很长的步 也就是说呢 他去上了天堂 那再也没有回来到 给他满满爱的这个家 那Spec死亡的原因呢 是叫做这个褪皮伤害 因为对于鸡而言呢 失去羽毛后再使他们重新生长的过程 叫做褪皮 那在这个褪皮期间呢 鸡通常会停止产乱 因为这样呢 才会有足够的营养去生长新的这个羽毛 但一旦呢 营养不够让他们长出新的羽毛 或是过程中呢 遭受攻击的话 死亡率呢 是特别特别的高 那事实上呢 许多宠物因为这类型的伤害原因而死亡 但通常呢 可以用一种特殊的马鞍 或是背心来预防 那Jill呢 就为了纪念他最心爱的这个宠物 Spec 他决定呢 开发一种商品 那这个商品呢 就是可以用来保护有这种需求的宠物 特别是他最爱的这只鸡 那这个商品呢 就被称为鸡盔甲 那市面上呢 其实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商品了 但大部分有养鸡的人呢 还是不会使用 原因是因为呢 在市面上的这个商品呢 不但容易使鸡受伤 然后呢 他也不好清理 所以呢 Jill就决定要改良这个材料 改用这个叫做 乙烯机的材料去制作 也就是说呢 这个背心呢 不需要被拿下来才能清洗 他可以用擦拭的就可以了 那在经历一年的产品开发之后呢 与使用上的一些考验之后 Jill的这个鸡盔甲呢 在网路上呢 也渐渐地打出名声 因为他的商品呢 非常方便使用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养鸡的人 节省时间跟金钱 那除了不需要再付出多余的这个洗衣费 也不需要呢 再花费多余的时间跟人力去一件一件的缝制 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由于这个材料呢 他不需要有很高的费用 那制作的时间呢 也比较短 所以呢 他的商品在这个市场上所有同类型的商品里面呢 价格呢都还要比他们还要来得低 所以呢 大部分的养鸡的人呢 也不会只买一个商品 至少呢 可能都会买个半打一打的 也就是说六个以上的这样子的数量 所以这样庞大的市场需求呢 也帮助他有效的提升他的副业的收入 那一个鸡盔甲的成本呢 只需要台币75元 但会随着季节有不同的收入 那每个月呢 他可以带来台币15000到9万元左右的这个收入 那奇怪的是 当Jill决定要去注册智慧财产权权的时候 他发现呢 已经有非常多类似的产品已经被注册了 但是呢 除了Jill以外呢 没有听说有人因此而赚尽那么多钱 所以呢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呢 就是有些人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发想副业要做什么 或是说觉得一定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业 才算是创业嘛 那其实从很多你身边热爱的人啊 事啊 物啊 还有就是宠物啊 去观察他们所缺乏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即使一些比较冷门的 不是大家都会购买使用的产品 但是呢你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它的需求 因此而开发出一些新的产品去提供这样子的市场 你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呢 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额外收入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投资理财 被动收入 斜杠收入 等等的主题 欢迎搜寻 missalina.com 在这个官网上面呢 我整理了各种知识还有资源 在上面的整理去发现使用它 我也特别制作了打造斜杠收入指南 提供给你免费下载 那这个连结呢 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Apple IOS 跟Android Podcast 以及Spotify 搜寻斜杠研究室也能听到哦 那我们每周四晚间七点 斜杠研究室见 拜拜